好来看到花莲田智宣文化艺术基金会 致力推广文艺的活动 不值在地艺文创作家或者是团体协会 以往议会以大花莲地区为主的艺文推广活动 那么今年在董事长张美惠结合 台东生活美学馆的合作之下呢 艺文独角也开始拓展到全线 那么在3号上午上海的 回响下乡巡演的首场在瑞瀉 民众听得如痴如醉演奏结束 全场是齐和安口热烈的回响 山海回响下乡巡演首场赖道瑞瀉香 而首能详的乐曲台下乡亲民众听得如痴如醉 也不时跟着旋律节奏哼唱气氛热烈 最好听的 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全部都很喜欢 全部都很喜欢 一直想不起来 那我们喜不希望我们这里常会有这样的活动 希望 好不好听 好啊 超好听 喜不喜欢 听了感觉怎么样 很快乐 心情好 由于瑞瀉地区鲜少 有音乐艺术艺文等活动 因此这一场活乐饗宴 即便宣传不足 但仍吸引许多的乡亲民众道场聆听 坐无虚席 乡长吴万德 像代表林玉梅赖炳佑也的道场 和大家一同同乐欣赏 很高兴我们来听一个音乐会 在这里很高兴 在我们的乡亲可以来这听我们的音乐会 他对我们整个的义务活动非常地走力很深 他也希望把它飞航到我们整个花梨线内 所以我们希望有机会 请立言在我们瑞瀉的很多拜训 收到 我们张立委 大家帮他做管理做管理就帮忙 他也帮忙 其实都很想要跟我们帮忙 霍林县天之轩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张美慧 结合台东生活美学馆 共同办理这场山海回响 牵起爱的旋律将艺文活动触角拓展到中南区 希望在未来基金会的这个角色上可以让更多更多的长者能够在在地就近就可以听到很好听的音乐 或者甚至看到很棒的这个展览演出 那长者他们的需求我们一定要照顾除了在生物上除了长照之外 在心灵上在这个部分也可以照顾到 成立至今已有六年的天之轩文艺基金会 这里推动地方艺文活动 扶植在地艺文创作家或团体协会 这次结合台东生活美学馆 办理山海回响下乡巡演 也获得详情民众的热烈回响 董事长张梅慧表示 接下来10月6号分别将在凤林北林社区 以及花莲黎明教养院来巡演 届时也欢迎大家一起到场 牵起花莲山海这条爱的旋律 记得是玉兰瑞士采访报道